人无贵贱之分,心却有质地之别,一个人的层次,就是由内心的质地决定的,层次高的人,人生的格局更大,视野更宽,选择也更多,而层次低的人,往往喜欢,把时间花在以下这几件事上,难有成就,要小心了,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。 层次越低,越爱计较。贾平挖在《高兴》中写道,何必计较呢?与人亲我,必定是我没有可重之处嘛,当然,我不可能一辈子只是破烂,可世上有多少人能慧眼石珠呢?人生路上,人来人往,但不是所有人都值得驻足。 与其计较,不如看淡,把时间和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合适。 《水浒传》第十二回,讲的是杨智街头卖刀,破皮牛二故意耍赖的故事,青面兽杨智是三代将门之后,武侯杨令公之孙,一身的好武艺,前途不可限量。 在面对破皮牛二时,他本可以置之不理,卖完刀走人就好。可他却因一时气愤,偏要与牛二计较,一刀将其杀死,犯下了杀人重罪,自己也吃了劳饭,最终落草为寇,而反看寒信,当皆被流氓挑衅嘲讽,却能受人胯下支持,最终成为一代名将。 封侯怀音,层次越高,越能容忍,量忍,层次越低,才越爱计较,纠缠,作家一书说,世上总有些人是谈不来的,何必计较太多,做人,遇到破事不计较,遇见烂人不纠缠,多一分计较,就多一分忧愁烦恼,少一份计较,才能多一份从容自在。 层次越低,越爱面子,人争一口气,佛争一炷香,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变成高层次的人,受到别人的尊重,还希望自己有钱,混入有钱人的圈子,一个人,往高处走,并没有错,可是你要有往高处走的能力,不能打肿脸充胖子。 层次越高的人,往往很谦卑,尽量放低姿态,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,那就先要尊重别人,低层次的人,喜欢唱高调,喜欢炫耀自己,往往好面子。 家里办喜事,喜欢讲牌场,希望比周围的邻居,做得更好,来客的人数更多,买车要贵的,买房要很大的,要大城市里的,打扮要穿名牌,价格要高一点的,发朋友圈,要得到更多的点赞,引起更多人的关注,但凡种种都是好面子的表现。 南怀锦大师说过,面子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,但是又最难放下的东西。 面子本身不值钱,但是可以让一个人洋洋得意,有一种虚荣心的满足感,也有一种把别人的气势打压下去的自豪感,很多人,为了活得洋洋得意,无论如何,都不会放下面子。 真正有面子的人,别人认可不认可,都没有关系,他都活得很有底气。 当你赚到了很多钱,存款几百万,就是没有人知道你有钱,你也会活得有底气,和任何人交流,都不会觉得低人一等,不需要唯唯诺诺样子。 当你成为了一个大善人,走到哪里,都有人对你竖起大拇指,都尊重你。 你自然而然就有面子了。 面子是自己正来的,不是炫耀出来的,也不是吹嘘得来的,一个喜欢炫耀的人,往往得不偿失,弄丢了面子,还弄丢了李子。 你要相信,自己做了什么,生活状况如何,总是有人知道,不是你自己吹嘘几句,就算数了。 你要知道,穿金带银,不如学服务车,上大酒店吃饭,不如回家吃饭,炫耀自己的地位,不如踏踏实实工作,为群众做一件好事,故意提高自己的身价,不如低下身子,把手头的事情处理好,多谋划自己的未来。 为了生活的仪式感。 花很多冤枉钱,其实是愚蠢的做法,聪明的人,不会为仪式感买单,就像一汪湖水一样,活得很安静,活得很通透,活得很自由。 面子,有时候就像一个肥皂泡一样,是一瞬间的美丽,只要轻轻触碰一下,就碎掉了,再也找不到了。 做真实的自己,活得开心就好,别人是否羡慕,真的不太重要。 电影《一代宗师》里有一台词说,得好,人活在世上,有的活成了面子,有的活成了理子,而只有理子,才能赢得真正的面子。 持有所长,寸有所短,实在无需处处攀比。 至于一个人的生活过得好不好,自己知道就够了,也不必证明给别人看, 当有一天,学会了忽略了面子,开始把精力聚焦在理子上,才是生活真正变好的开始。 层次越低,越爱抱怨。 有人说过,一个人的脾气和他的能力成反比,越有能力的人,越没有脾气,越没有本事的人,越喜欢抱怨,喜欢发脾气。 遇到问题的时候,不是想着如何解决问题,而是不停地抱怨,抱怨这不公平,这不合理,觉得别人都不行,就他自己做得对。 这样的人,遇到事情的事情。 大多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,喜欢到处发脾气。 俗话说,冲动是魔鬼,如果你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,那就很有可能被其反伤,早年的曾国藩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,他经常表现得暴躁,易怒。 兵败江西的时候,曾国藩情绪极差,用他自己的话说,就是闻春风之怒嚎,寸心欲碎,见贼船之上时,绕无彷徨。 可见,那段时间他心情差到了极点,最让他觉得难过的,是自己低谷时期,来自好友的落井下石,和朝廷的不信任。 那段时间,曾国藩经常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。 和曾国权,曾国华,曾国宝几位弟弟都闹过别扭,而且这些别扭全部都是曾国藩自己挑起的。 后来,在明依曹敬初的指点下,曾国藩认识到了控制自己脾气的重要性,并对自己先前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认真反省。 从此以后,曾国藩把控制情绪当成了修身的头等大事去做,逐渐到了宠辱不惊的地步。 面对这一状况,如果任由情绪发展,现状只会越来越糟糕,一个人只有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,才能控制人生。 看过一个故事,在炎热的天气里。 一位农夫驾着小船回家,因为居家还有不短的路程,农夫的心变得愈发烦躁了起来。 这时候,对面行驶过来一条小船,丝毫没有闪避的意思,农夫着急地大喊了起来, 让开,赶紧让开,你再不躲开,就要撞到我了。 结果,两艘船还是撞上了。 农夫生气得大骂,你会不会行船啊? 这么宽的河面,你偏偏要撞上我的船,当他仔细观察了那艘船之后,才发现那是一只空船。 畅销书作家朗达·拜恩在《秘密》里提到一个吸引力法则的理念, 你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,都是你吸引来的。 如果你常常满怀抱怨,吸引力法则将为你带来更多让你抱怨的状况。 爱抱怨的人,常常运气极差,而运气差,会导致他们产生更多的抱怨情绪,这是一种恶性循环。 层次越低,越爱说是非。 曾广贤文中提到,来说是非者,必是是非人。 一个人若是热衷于谈论是非,那么说明这个人本身就有问题,层次自然也高不到哪去。 就像王小波在《沉默的大多数》中说的那样,口莫非见,对别人大做价值评判,层次很低,真正层次高的人, 都会把时间用来学点东西或提升自己,而不是浪费在谈论是非上。 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,他起初七次科举不重,后来十年七千,连月十级官至二品,不得不说,他之所以能在官场上获得巨大成功,与他的说话之道有很大关系。 他一直奉行借多言的原则,只说有价值的话,不说没必要的话,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官场上,他从不从乱嚼舌头,别人的风评八卦也闭口不谈。 正因为如此,他一直能在官场仕途中顺利稳步向前。 听过这样一段话,不要评价别人的好坏。 因为它们并不影响你吃饭,不要评价别人的德行,因为你见不得比它高尚,不要评价别人的家庭,因为那和你没有一点关系,不要评价别人的学问,因为世上最不缺的就是学问,别人的事跟别人有关,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 要知道,嘴巴说的是非太多,内心迟早变得浑浊,与其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别人身上,还不如多关注自身成长,这样才能让生活少点遗憾,早点过上想要的生活。 一个人层次的高低,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,层次越高,人生才会有无限的可能。 余生,愿你,少爱面子,多锻炼能力,少去计较,多提升格局,少言不说,多沉默倾听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